好 主播观众带您了解南北韩情势升温 北韩从周五派出多达180架战机升空 在南韩所划定的战术行动线以南及东西部海域上空活动 而南韩军方捕捉到这多达180架北韩军机的航机后 也紧急出动F35A逆踪战机等80架军机升空营影 根据韩联社报道相较还没演习的240多架先进机型 这次北韩出动的军机很可能是包含训练机在内的米格 以及苏凯老旧机种 而且由于飞行活动时间长达4小时 研判是军机反复起降 目前确切出动的军机数还在调查 而目前美韩正在进行的警戒风暴联合空中军演 也维持防御态势 南韩军方强调会与美国密切合作 持续关注北韩动态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讯息 谢谢大家